超过两天我亏了十年的生活费 昨天我还说错了 我说我亏了半年的生活费 后来我一看 亏了又个W 我想问一下 现在需不需要费 有没有理解 昨天想的辞职不干 今天只能更加美丽的费 傻傻地 你们真的买股票一定赢的吗 有人赚钱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么容易赚钱的话 就没有穷人了 个个李嘉诚 归根究底 都是你们自己昂狗 又还什么 国运来了 比较相信中国政府 拖延了中国股市 喂 大哥 真的是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中国的股市就真是厉害了 从中共过期前一个星期开始 就已经出现大谷的增长 今天就有很多中国人 不论男女老少 尤其是那帮零零后的年轻人 都狗冲走去买股票 同时我都在中国社交朋友发现 有很多人是都都不断会发姿 nost 現在中國國運已經來了 太好了 終於來了 我們一定要抓緊機會 一起衝 衝衝衝衝衝 在這一星期很短 po 這麼短一點一個星期後 就已經 shuffle your feed aiya January chau Hit about Monty 準備了 自從中國股市開始出現下跌之後 中國社交平台的氣氛 當時有180度大準備 很多中國韭菜都不斷分享 自己輸了多少錢 甚至有點激動 還在罵這些網紅 就說他們不斷鼓勵人炒股 所以才搞到自己虧錢 不過今天就都簡單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中國暖心故事 給你們看看 究竟中共怎樣去割韭菜 甚至今次一件事 事實上如何把這些韭菜 隻頭連根拔起 最後 作為一位 曾經有玩苦的香港年輕人 都想就這件事 分享多一點我的個人看法 好了 在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COMMENT 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加入我的會員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這段影片多一點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事不宜時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這件事其實是可以說起 中共過慶前一個星期的時候 中國政府就已經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去刺激股市 當中包括減息、降低房貸利率 向上市公司提供低息貸款 用於回購和增值股票等等 正正因為各種利好消息 就增加了大家對於中國市場的信心 令到很多投資者增相湧入 而在短短一個星期 中國股市就出現扯其息的增長 你看到吧 賭一系列的消息多快才行 這次真是守得雲 愛見月明 同時 在中國社會平台上 也充激著一大群網紅者 都不斷討論中國股市 個個都像股神上山 去分析中國股市未來的趨勢 其中最出名 就是一位擁有近千萬粉絲的中國網紅 大藍 當時他就曾經拍了一條片說到 公開預測股市國慶後會暴漲 如果預測錯 我直播吃什麼 一幫爽炮勸你們要冷靜 老子等了將近十年才等到這波行情 你讓我冷靜 冷靜不了一點 給我全倉猛幹 給我全倉猛幹 最底細的就是 有很多中國網民聽完一位網紅所說 真是狗膽追走入屎的 而且還要四處走去借貸借錢 全部增加all in 中國股市 就務求可以一夜置庫 這大說時遲難時敗 就在10月8日開始 就有很多公司都宣佈減辭 引發了一大群的省會恐慌性炮售 就開始令到中國的股市出現斷藍式的下跌 原來是月下風高殺人燃 就這個時候 有一群入世未深的狗菜就是這樣 由原本想一夜置庫 就搞到現在一夜就剩下底褲 然後就在中國社交朋友上面 就不斷抱怨說到自己 虧了多少錢啊 這公仔 討伐兩天我虧了十年的生活費 昨天我還說錯了 我說我虧了半年的生活費 後來我一看 虧了又個大兵 躺平了 這裡躺平了 不時了 還有什麼念想 想在大兵裡面討口飯吃是真的難 我還不如去馬路上要飯 我想問一下 天台需不需要拍 我永遠又留著 昨天想的辭職不干 今天只能更加美麗的 大男身上 就說他煽動大家去炒虎 搞到個個都虧錢 那有一些甚至激動到 將一位大男起底 然後就說要走到他家 然後砍死他 大男 你在哪裡 我昨天晚上開了一個晚餐的車 已經到杭州了 你在哪裡 大男 你在馬呢 你算什麼男人 我到杭州了 你出來啊 那個一天多人粉絲的到哪裡 你在哪裡 你給我出來 你給我出來 你在哪裡 我相信你的 我全場幹了之後 沒想到今天開盤以後 直線下跌 我歸了一萬八千多 我頭底上綠悠悠的 大男 你在哪裡 你在杭州哪裡 我要去找你 網上現在不是有人發佈這個 藍色追殺令嗎 說五百個 如果這是真的 這個活活些了 這個活活些了 首先大家我想說的就是 不要說馬後跑 其實我在12日左右的時候 都已經開了一個Live 給一些玩股的觀眾 你要走就很快要走 賺少少就算了 怎麼這麼說 雖然一個股市的升跌 是由很多因素影響 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就是地方經濟的好主意 是決定了這個股市的增長 究竟是實火還是虛火 而來看中國政府推出的 一系列措施 是的 的而且是會刺激股市 是會增加了那群投資者 對於中國市場的信心 發展 但是 一些就只是刺激措施 如果中國的經濟依然疲弱 你怎樣刺激都起不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這個情況就好像中國政府 這個刺激措施一樣 它說是降低房貸利率 但是你分中國人 又會不會因為這個降低房貸利率 而每個狗窗去買房子 不會吧 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錢 你買一條錢 就算要怎樣鼓勵你 都可以怎樣 我叫你買房子 買吧 你沒有錢買什麼 看看數據也顯示 中國兩個季度的GDP增長速度 都低於市場預期 再看看2014年1月至7月 中國外資金額同比下降29.6% 都已經說明給你們 中國的經濟發展開始出現平壤 再加上大量的外資撤走 那你都知道 中國的市場前歷都不備看好 那你們現在 就只是因為一丁點的刺激措施 就盲蹤蹤一窩蜂地向著中國市場狗衝 那你們一班人輸入窟窿 那你猜就猜錯了 嘩 還給你聽 你現在買了 運賭屎好過問你 那如果你問 那為什麼中國政府要搞這麼多 在土豬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吸引你一班人入市 那就是因為想割狗菜 那為什麼又要割你一班人狗菜 那為什麼又要割你一班人狗菜 那為什麼呢 不想割你就割你 不用責人 都不完全是 其實你平時有看新聞 你都會知道 現在就拿兩組數據 給你們看看你就明白 那首先一方面 就是近年中國的存款金額越來越多 那就是怎樣 就是每個中國人都發財嗎 那經濟是好的 那如果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 那個存款金額都依然越來越多的話 那就是意味著有很多的中國人 對於中國市場都保持著觀望的態度 就是寧願儲多錢 都不願意拿去冒險 搞到流入中國市場的資金變得越來越少 那另一方面 就是近年中國的負債問題越來越嚴重 而面對這一種的情況呢 剛好資金流入市場又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 那一來是可以調住政府條命 二來又可以方便地方政府融資減少負債的問題 三來又可以刺激經濟發展 去增加財政的收入 那所以當你想到這一點的時候 那你再看回中國的存款總金額 是不是開始明白 為什麼中國政府要推出一系列的鼓勵措施 叫你幫人去炒股呢 第二就是對於有一幫中國網民 將自己輸錢的行為 歸咎於有些的武雄帶風去 那我就認為 的確那些武雄的行為 都真的挺不似的 但是你們都不敵方了 不要說我話了 老實說一句 牛不喝水怎能這樣牛頭低 又是你們自己決定要跟風買的 那你們現在輸的錢又可以怪誰 那你要怪的就先怪你自己 人家說什麼 你就信到十足十 你沒有腦子嗎 你不懂得自己想的嗎 這樣吧 那不如我現在叫你去吃屎 你是不是吃給我看 立即吃 傻傻地 你買股票一定贏的嗎 要賺錢嗎 如果這個世界上這麼容易賺錢 就沒有窮人了 那你現在吃吧 歸根究底 都是你們自己的狗狗 又還什麼 國運來了 你要相信中國政府 都已經在中國股市 喂 大哥 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真的很可笑 我還沒叫人玩股市 用什麼國運 糟糕 算了 不要玩什麼股市 快吃屎吧 算了算了 說多無謂 給你們看 當年 我記得萬子娘 有一部電子 其實說了一句話 真是非常之合 很適合說你們這群人 你股票賠了錢就找我 那麼贏了錢又要分給我 我沒有拿著槍 逼著你們去買股票 是因為你們貪心 想贏多一點嗎 把所有的家當丟進去 真的輸了 怪死呀 最後第三個也說了 作為一位曾經有買股票的年輕人 老實說一句 我很早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接觸股票 當時還特意買書的研究怎麼看股票 又上Youtube聽一些專家的分析 經過幾個月的備戰之後 就開始淹錢到股票市場那裏 果然 馬上說到糟糕了 又來玩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大概得出了一個總結 就是 股票現在是不急得的 一定要做多些功課 慢慢你就會累積經驗 一開始賠一點錢其實很正常的 時間一長 就自然想掉樓了 所以去到後來 我自己都開始少玩股票 就反而轉去買外幣和美債就算了 因為我發現 其實股票市場根本就不是給一般人玩的 賺錢的那一班 要麼就是莊家 要麼就是那班專家 永遠就只有幾個%的人在賺錢 而作為散戶要賺錢的話 根本就是難上加了 我不是說沒可能賺到 而是你可能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 和心思鑽研一方面 有足夠的知識 才可以作出專業的判斷 在股票市場賺錢 我個人而言 一來我自認自己在這方面真的不聰明 對呀 廢J來的 二來我又沒有太大興趣再深入研究 三來就是每個人的時間都有限 倒不如花多點的時間 放在自己聰明的地方 然後再想怎樣賺錢 不就更好 所以看到你們的中國韭菜 今時今日的一句結果 雖然也很好笑 喂!不准笑 哈哈哈哈 你那個想我聽不到 但是作為國內人 我都很想在這裏 就贈你們一句 永遠都不要在自己認知範圍 以外的地方嘗試賺錢 OK 那今天就在這裏 這次這件事順便 真的充分地見識到 中共國韭菜的威力 簡單地交了幾句 就已經令到那群中國韭菜 拿到傳媒出來 全都在中國的股市那裏 哇你說多厲害才行 那無論如何 這群中國韭菜 其實都不需要這麼悲觀 什麼一一倒黑就在這裏 說什麼自己虧錢 什麼市一萬元兩萬元 所以你們應該要正能量一點才是 你經常教我 個人要正能量一點 不要像我這樣 經常罵人那麼負面 所以你們應該要樂觀一點 今次我們在中國股票市場 那裏貢獻了兩萬元 是我貢獻的 不是我才是絕對不是 我才是沒有輸過錢的 這樣整件事不就贏了很多 對吧 那最後了 今次看到這件事要怎樣看呢 那就是最觀衆 亦不妨在下面找分 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 按讚 請訂閱 訂閱 訂閱 還有沒有忘記的 高中間拍照 上視頻的照片 先收看 拜拜 哎呦 跳起來了 你什麼事啊 喂 你們真的 真是玩意啊 你們是不是 啊 都過來了 你很容易啊 剛剛 開多久啊 開了十多秒 你們就過來了 好嗎 你們都特地的 是不是特地的 你看 你一個在這裏 有奶手指 你一個不知道有什麼事 你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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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 你兩隻東西 回來了 哎 奇思大隻 怎麼算啊 喂 喂 什麼事啊 喂 你怎麼了 你 你抓爸爸嗎 是嗎 你是不是想睡覺啊 去其他地方睡 你不要在這裏睡 去其他地方睡 快點回去做 那 快點回去看 快點回去 快點回去看 快點回去看